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有些朋友跟我們提意見 說你們推動全民共振、全民上街非常好 但是你們現在還缺一個重要的環節 就是全民上街之後,大家怎麼辦?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個問題呢,實際上我們這個團隊 我們這批朋友是思考過很長的時間,探討過很長的時間 我們甚至把我們思考和探討的結果 寫成了書,編成了小冊子,這本書就叫做變局冊 是比較系統的詳細的探討了這些問題 上街之前應當怎麼準備,上街之後應當怎麼辦 後來有些朋友提意見說這本書太長了 很多人讀不下去,理論探討太多 後來我們就把這本書精簡稱為62個問答 這62個問答雖然不算是面面俱到 但是可以說是涵蓋了關於中國民主轉型的 民間自視團隊的準備階段 操作階段和民主架構建立之後的發展階段的 這些主要的問題 當然這本書在國內平台上面是看不見 但是只要大家翻牆出來谷歌搜尋一下 就可以找到在禁書網上面和其他的一些網站上面 都可以下載 我們這本書是希望這個拋磚引擁引起大家的思考 引起大家在方法論方面多下功夫 現在批評共產黨的人很多了,傳播民主理念的人很多了 但是在中國民主轉型的道路問題方法問題上面 用心的人還不算太多,不算太多 所以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拋磚引玉 把大家的目光,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這樣一方面來 但是我們也知道人類社會有一種普遍的現象 就是願意動腦筋嚴肅思考問題的人並不多 哪怕是在軍隊當中,當一支軍隊他馬上就要投入一個戰爭 大家都是以命相搏的時候 一支軍隊裡面有多少人他真正的研究兵法 研究戰略戰術問題極少 雖然是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情 雖然關係到大家身家性命的問題 大家願意拼命,但是都不願意動腦筋 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 對此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只是希望 民主運動裡面,民主陣營裡面有更多的人 來充當這個思考者,不僅僅是衝鋒憲政 還要當思考者,我們思考的越多 我們對這個道路問題、方法、路徑的問題 想的越多,收集的資料越多 探討的越多,形成的共識越多 那麼我們民主轉型就越順利 人民付出的代價就越少 所以希望大家都來,更多的人 進來探討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願意思考 不願意探討呢?因為講理論是非常枯燥的 我就此打住 現在我想跟大家來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問題 現在大家發現沒有,最近的這個群體性事件 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爆發的頻率增長得很快 非常的密集,參與的人數也是非常的多 照著這種趨勢下去,全民上街已經為時不遠了 全民抗爭已經成為一種必然 那我們現在設身處地的想一下 如果某一天,比方說就是明天 全國多個地方都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 我們所在的城市,街上也人潮汹湧 大家都去抗議了,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那我想告訴大家的第一點是 如果你這個時候還是一個人 那就根本想都不用想,我們所起的作用極其有限 我們就直接上街上去,成為人潮中的議員,作用不大 但是好過沒有作用,怎麼樣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呢? 那事先一定要有準備,一定要有一個團隊的準備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團隊,大的政黨 這是不可能的了,這是製造麻煩 但是我們可以有一個小的團隊 我們過去推廣了這個同城小圈子的這個運動 就是想讓各地的民主同道都建立 或者是參與一個小團隊 一個以社交圈的形式組成的一個緊密的團隊 這個團隊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核心成員 大家相互之間有百分之百的互信 大家可以無所不談,可以在一起研究方法論的問題 一起收集當地的情報,一起為將來的民主革命 為將來的街頭運動做準備,這是個核心團隊 人不要太多,三五個人都可以 最多不要超過八九個人 因為人多了,就不容易保密 一旦洩密,自由安全就會成問題 那這八九個人呢,各自的再去聯絡一些外圍的 比如說訪民,比如說各個群體性事件的那些 組織者、骨幹的參與者,或者是普通的參與者 也都行,進入他們的微信群 QQ群,跟他們取得聯繫 那麼我們這三五個到八九個這樣的核心成員 在外圍就形成了一個二三十個人的外圍的群體 那麼我們這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團隊 當這個團隊大家相互之間有交流 有溝通形成的基本的共識 就是上街的時候大家一起去 這樣一種基本共識之後 當大規模街頭運動的時機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所作為了 當大家一看見全國各地多個城市 爆發了大規模街頭運動 本地的也在人潮汹湧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即時的趕到現場 趕到現場之後,第二個要做的就是 要成為這個龐大人群的一個領導者 要起到先鋒的作用,在剛開始起初的時候 人群從四面八方聚集起來 大家相互之間沒有共識 很多人都是獨立的參與者 相互之間沒有共識,沒有信任 大家還有恐懼感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有一個小的團隊 我們就有巨大的優勢 在最初期要成為先鋒,先鋒就是統帥 怎麼樣成為這個先鋒呢? 就是讓這個人群動起來 而我們站在這個人群的最前沿 這有一些技術問題大家一定要掌握 就是在人群聚集的初期 隨著嗓門大,隨著聲音大,隨著話語全球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擴音器 有口才有鼓動性的人就要拿著這個擴音器 站到最高處向人群來講話 然後動員人群向某一個方向來進發 當人群進入運動狀態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有擴張力,不能在一個地方禁止不動 當人群開始聚集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人一部分就要站在最前沿 打出旗子,拉出標語 讓後面的人跟著我們走 另外一部分就在人群的各個部分 推動大家跟著我們一起來走 這個時候我們就初步的掌握了一個 龐大人群的領導權 那麼第二步就是要對人群進行組織化 組織化說起來好像是挺複雜 實際上操作起來是非常簡單的一個事情 組織化就是在龐大的無序的人群當中 建立一個架構,那麼最簡單的是什麼架構呢? 第一個是把人群分成不同的板塊 比如說在某一個城市有一萬人左右的 這樣的抗爭群體已經聚集了 那麼這一萬人太龐大 大家相互之間根本沒有辦法交流 這個城市有十個區,我們就把它分成十個大隊 每一個大隊都要有一個人負責來召集大家 領導大家,舉起一個旗幟 這十個大隊裡面每一大隊差不多有幾百億千人 這個還是太大了 那麼這個大隊裡面又根據你們所在的街道 分成七個八個十個中隊 那麼有了這些中隊之後 每個中隊大概就是百十來人 那麼這個有時候可能還是太大了 再把它分成十個小隊 每一個大隊中隊小隊都有人來領頭 那其中呢我們的這個團隊,民主團隊的成員 都勇敢的站出來成為這些大隊中隊的領頭人 那麼我們這個團隊就基本上就掌握了 初步的掌握了這個街頭人群的領導權 也就初步把街頭人群進行組織化了 有了這個組織化,那麼大家相互之間的交流 相互之間的共進退就成為可能 也就不容易被打散了 所以組織化這是第三步,非常重要 僅僅是如此還不行,如果這個組織是不能夠發展的 那麼很快就會被撲滅,所以下一步就是要不斷地擴大化 要把事件擴大化,怎麼樣擴大呢? 第一個是要從訴求上面來擴大化 當人群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最初可能只有一個兩個訴求 這是不夠的,一定要把這個地區 老百姓所有的訴求都收集起來 我們不斷地提出新的訴求 每提出一個新的訴求就會動員起一批新的人 來參與我們的這個抗爭 讓這個抗爭的參與的人越來越多 把本地充分地動員起來 同時也要在空間上面要進行擴大化 我們如果停止在一個地區 那是非常容易被維穩體系包圍和鎮壓的 那我們就要在空間上面不斷地擴大 我們不是有大隊、中隊、小隊嘛 那麼我們十個大隊裡面 每一個大隊都派出一個中隊 每一個中隊都派出幾個小隊 我們向周邊的地區去擴散 到周邊地區去點燃這個抗爭的烽火 讓他們烽火四起 讓他們沒有辦法包圍 沒辦法包圍也就沒辦法鎮壓了 不斷地採取進攻的行動 形成一種不斷擴散的事態 那麼這個體系再強大 它也經不起我們這麼折騰 當大家做到了這一步 當這個街頭運動、街頭革命在不斷地擴大的時候 那麼這個中共這個體系 它就已經注定的就要崩潰了 所以這是一個成功的關鍵 只有不斷地進攻才會贏 大家發現沒有過去的所有的群體性事件 都有一個重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當一個群體性事件形成一定規模之後 它就禁止不動了 它就原地踏步了 它不提出新的訴求 它也不在地域上面擴散 那麼最後中共就用它這個網格化的維穩體系 把它包圍 然後再對你進行分化、瓦解、進行鎮壓 所以過去的群體性事件全部都被中共壓制下去了 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擴散 沒有辦法擴散是為什麼呢? 也是因為我們沒有對人群進行組織化 沒有這個有充分準備的領導團隊 所以整個的事件,無論當初的聲勢有多麼大 最後都免不了要失敗 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中共的維穩體系 面對這種維穩體系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不斷地進攻,不斷地擴大 讓它首尾不能相顧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它才會失敗 這是過去人類歷史上幾千年以來 所有的革命都通行的一個原則 進攻,不斷地進攻才會贏 無論它是武裝革命還是政治革命 要想贏就必須遵循這一個原則 陳勝吳廣他們的力量很小 但是因為他們不斷地進攻 所以強大的秦朝就被他們給整垮了 相反的例子就是洪秀全 本來剛開始的時候紳士很好 但是到了南京之後 他們不再繼續擴大地盤 不再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 在南京經營他們的安樂窩 最後就被清政府徹底的剿滅了 所以這些教訓是非常深刻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今後有更多的有心人來參與這種討論 謝謝大家,再見 在這邊 裡面 作武��겠습니다 這就是 Bes賽實力沒有 我們在 published 是 然後 我們能四月 提市 然後